喂,Terry,你干吗? 我在拍打膝盖 怎么打膝盖? 因为明天早上我都会去把膝盖打一打的 大概是打300下左右 300下? 因为年纪有了,膝盖会有一点不够交织 可能会有一点发炎 因为我已经45岁了 打球呢? 我打球打得很激烈 所以膝盖其实之前有点问题 然后我就学了这个拍打法 这样我每天早上都这样拍300下 大概拍了4年 其实两年过后,我的膝盖完全没有事了 之前膝盖有时候会走位一点点 然后有点肿,有点不舒服的 尤其是打完球,第二天就更够了 它那个压力,可能我们讲的高质 是,胶质,可能是里面有发炎 因为你运动太激烈 或者是有些人体重太重了 他也会产生膝盖有问题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这样拍300下 其实我教了蛮多人的 其实都有效的 我自己拍了大概两年多 我的膝盖问题100%没有问题 当然我也喝一些抗发炎的产品 然后拍打怎样拍法我教你 就是这样100下 然后你这样动,这样100下 拍到它的有点带红 所以你不要太小力,要大力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给它的血液循环回来这边 因为你让它血液循环呢 如果你这里有发炎 或者是因为它的血液循环呢 它一定是比较少问题的嘛 所以你这样子 然后你脚这样子动一动一下 你又train到你这里两个肌肉 这样你就这样咯,100下 这样打了100下,这个就打旁边50下 这样子,就用外侧这边打50下 外侧打了50下,内侧就打50下 一定要脱鞋啊? 我比较喜欢脱鞋在草地上打 因为可以释放身体的静电 因为我们看太多手机 也是身体很多那种静电嘛 所以我通常都会脱掉我的鞋子 在这边打咯,每天早上 然后再打后面这边100下 后面那边有一条金的嘛 所以你打了它,它血液循环也会很好 所以打100下 这样咯 OK,这里是100下 前面 外侧50下 内侧这边50下 你看我有一点带红了,看到吗? 红了,它血液循环来了咯 然后后面再打100下 OK 这样我就每天这样打300下 可能大概是5分钟左右 然后那个气概的问题就大概解决到完 其实时间也很短 然后努力一点点啦 那血液循环,它的血液循环很好 老血液循环,你的膝盖的问题就会解决掉 到我进去看你喝什么 好啊 膝盖有问题是因为里面发炎了 哦 所以我就会进来泡这个糖尿酱油来喝 因为我们这个BMS有一个糖尿酱油很好的 其实是 它里面有糖尿酱油,有那个温冬浆,有苦瓜 有那个黑胡椒 哦 所以它专门是帮你消炎和修复你身体发炎的问题的 哦 所以变成我就会这样子喝法了 然后可是它单单喝,它都没有很好喝了 我都会参那个豆奶一起喝的 哦 我们那个腐乳酱豆奶 也是酱油喔 也是酱油喔 所以会这样子喝法咯 这个可能我们就放两个 scoop 多一点点,比较更好喝一点点 OK OK,两个scoop了,知道吗 OK,然后这个 Tumulid Plus 我们叫 Tumulid Plus Powder 我们就放一个小 它小茶匙给我早上拿掉了 OK,我会放一个小的 一个小的茶匙,里面有一个黑茶匙的 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嗯 然后 我就放这个shaker里面 其实姜对身体真的是很好 很好,而且黄姜再加温冬姜 再加买那个Black Pepper 嗯 在家买那个苦瓜 所以这个formula其实很好 我卖了 哦,苦瓜啊,苦瓜也在里面啊 也在里面啊 哇,你不吃苦瓜,你可以喝 你看,它颜色也蛮好 好像橙色这样 哦 所以,刚刚喝它就没有非常好 所以你要加一点那个 豆奶配在一起喝啦 它就更好 OK,shake了过后 其实味道也蛮好喝的 哇 你就当它是一杯饮料来喝咯 它就给你消炎 对我们膝盖啊,关节非常好 玩gym啊,运动啊 对,如果你有关子 关节上没有问题啊 你喝看,Cheers 哈哈哈 哇,好香哦 好香哦 OK,它就味道就有了豆奶的香味 再加 如果你要更香豆奶 可以再加多一点点的 哦 然后它味道就很容易入口了 就会很好喝 我觉得吃素跟吃肉也好啊 姜对身体是很重要 对的,其实 因为我们长期都在 发炎啊,可能有些孕 我们在那个冷气房里面啊 现在的人其实是晚上冲凉啊 身体有很多寒气的 所以 这个Tumet Plus product我们 除了刚才我讲的 对膝盖好啊 消炎啊 还可以帮你温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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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